天空哥說水晶時間 各位親愛的家人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天空哥說水晶時間 今天要介紹的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金鐘金 然後呢加上法晶 這個法晶金鐘金相當相當特別 法晶本身呢就擁有強大的能量 再加上金鐘金的加成 哇這顆水晶它的這個能量 可謂是非常非常特殊的強大 這顆水晶呢是天空哥增長多年 最近呢也結緣給別人了 所以說趕快來拍攝這個影片 上一集呢我們講到各種不同的金鐘金 它有各種不同的內包物 這個內包物啊 它竟然跟這個金鐘金還有法晶兩個一起共生 那法晶呢本身它就有很多功能 法晶可以幹嘛 它可以增強個人的信念 自信心果斷力 然後呢有勇氣去完成任務 法晶呢也具有這個 詮釋的象徵 不管你是膽小懦弱或缺乏自信的人 可以用法晶呢來增強補足這方面的能量 法晶的元素呢 不一定是什麼樣的這個成分 但大部分就是二氧化鈦 那就是鈦金的這個成分 其實它們是同家族的 都屬於法晶家族 那法晶的色澤不同 看起來就有所差異 那有一些是綠色的 就是綠法晶 綠法晶它成分有一些是 兩起子 有一些是綠壁起 那大部分金法晶 紅兔毛 紅法晶 或者是這個 鈦金 或是一般的這個法晶 白法晶 這些主要啊 還有紅銅鈦 這些主要啊 都是所謂的二氧化鈦 二氧化鈦形成 天空哥把它拿起來 搖晃 讓大家欣賞一下 這個真的是很特別 我這樣子搖晃 你看到這個金屬的光澤 這個亮度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美 你看著它 你就會覺得非常的療癒 其實水晶它本身就有很強大的療癒功能 哪怕我們沒有在練所謂的靜坐 我們拿起來 你好好的欣賞欣賞一個東西 其實你就進入了寧靜的狀態 靜密的狀態會讓我們心靈沉澱 心靈沉澱 你就會有很多的創意 也會為你帶來一些好運氣 讓你呢 不要心服氣 當我們人在生氣的時候 其實啊 當然好運氣就燒光了 佛教有句話叫火燒功德靈 所以說擁有水晶啊 你好好的欣賞它 好好的看它 真的是很美喔 這幾個金中心 在後面看是比較明顯一點 在前面的話 我們可以主要看到 這個 這個樹狀的這個髮精 真的是非常美 而在它的右邊 還是可以看到我們的鏡頭 多個快樂 我們下午之後 我們下午後 也會些睡覺 我們下午後 在我們下午後 也會不會 我們下午後 在這裡 在這裡 我們下午後